大家好 祝朋友们好事连连 福寿七天 这期视频是藤王阁序后面的诗句的前四句 藤王 高阁 临江主 佩玉 明鸾 霸歌舞 画栋 昭妃 南浦云 珠连 木卷 西山雨 这四句诗的意思是说 维俄高耸的藤王阁 府临着江心的沙洲 想当初佩玉 鸾灵 明响的豪华歌舞已经停止了 早晨 画栋飞上了南浦的云 黄昏 珠连卷入了西山的雨 这首诗附在作者藤王阁序后面概括了序的内容 首帘点出藤王阁的形式 并邀想当年兴建此阁时的豪华繁盛的宴会情景 韩连仅成第二句写《南浦飞来的青云》 掠过画栋 西山的雨卷入了珠连内 表现了阁的高峻 此时第一句开门建山 用质朴苍老的笔法点出了藤王阁的形式 藤王阁是藤高宗李渊之子 藤王李渊英任洪州都督时所建 故旨在今江西新建西章江门上下陵干江 可以远望 可以俯视 但如今阁中有谁来有赏呢 想当年建阁的藤王已经故去 坐着轮陵马车 挂着琳琅玉佩 来到阁上举行宴会 那种豪华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一句写空间 第二句写时间 第一句兴致勃勃 第二句一星阑珊 两两对照 诗人运用随力随扫的方法 使读者自然产生圣衰无常的感觉 聊聊两句 已把全诗主题包括无余 王博的诗直接继承了贞观诗其宠儒重儒的精神风尚 又注入新的时代气息 既壮阔明朗 又不失慷慨积悦 或气势磅礴 或雄魂壮阔 进联明朗算 四つ 第4强文字幕继继续 额纸诶